好 我們這一節要講潛水中立波 潛水的意思就是 你的水平方向上的尺度 會遠大於水質方向上的尺度 所以像大氣就是屬於潛水 因為我們的對流程平均大概10公里 可是我們水平方向上面的空間 就是全球尺度的 所以是非常大的 那潛水中立波有一些蠻有趣的特性 像它現在這個示意圖的話 它是只有一層而已 所以底下這個是水面 液體啦 然後這個波浪這邊是水面 上面是空氣 然後它這邊有一個像是一個錘子吧 在錘那個水面 所以它就會有波浪產生這樣子 就跟你去百花池丟石頭一樣 你去百花池丟一顆石頭 它就會連漪跑出來 那個就是潛水中立波 它在發生波動的時候 像它這個圖上面有寫HL 就是你在水面 你在水裡面的 譬如說這個點它是屬於高壓 然後在凹下去的這個下面 它就是低壓 就是HL它寫這些字的地方 它們是在同樣的深度 然後它往上看它那個水比較深的地方就是H 水比較淺的地方就是L 水會往低處流嘛 所以它的那個水面呢 下一個時刻就會像下面這張圖這樣 然後它的流體內部的指點在移動的時候就是 高壓這邊就會往右邊移動 低壓這邊就往左邊移動 所以它高低壓中間這裡會往上凸起來 就是那個紅色箭頭畫的地方 所以下一個時刻那個高壓就會跑到中間 就是HL 上面這樣塗HL的中間這裡 所以你就看起來好像那個波會傳遞一樣 那剛剛那個是在自由表面 另外它也可以發生在流體的內部 有密度不連續面 那所謂密度不連續面就是 譬如說你把油跟水放在一起的時候 它們不會融在一起嘛 所以你就會密度比較大的液體呈在下面 然後密度比較輕的液體附在上面 然後大氣裡面也有蠻多這種密度不連續面的 有時候你譬如說地面 輻射冷卻很強 所以你地面就會有薄薄的一層 密度比較高的冷空氣 然後上面可能就浮比較輕的暖的空氣 或者是在封面的交界面 封面交界面你是冷的空氣跟暖的空氣 對峙的那個面 然後那個冷空氣比較重嘛 所以它會轉到暖空氣底下 你就會在靠近地面的地方 產生這種密度不連續面 然後上禮拜還有講 出海口也會有這種水裡面 河水的密度比較低 然後海水的密度比較高 所以你就會在出海口看到 海水在底下 然後河水在上面這種密度不連續面 然後在這些密度不連續面 都會有可能會產生波動 那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要用方程式 把這種波動描述出來 那現在它這個示意圖就是你有 R1密度比較大的 然後上面是R2密度比較小 然後我們現在只考慮 XZ的平面 所以就是水平方向上就是一圍而已 X而已 然後垂直方向上是Z 然後呢我們看AB這兩個點 就看下面那一層流體的其中兩個點 它的壓力 所以就寫在下面這裡 這裡有A點的壓力跟B點的壓力 那所以A點是在這個不連續面上頭 A這個點的上方全部都是第二層流體 那它的壓力就是你可以看下面寫的 P的話都是在第二層流體裡頭 就是這裡是P 然後右邊這個B的上空的這一點也是P 那所以A的話就是你是從P 然後往下加一小段R2的 對有R2密度的那個流體 那個就會變成是A的壓力 所以它是P加DeltaP2 P2那個2表示是在第二層流體 你看到下標1就是表示在第一層流體 那個壓力這邊也是一樣的意思 然後B這一點就是P 一樣是P的壓力 然後往下加加加加加加加 那它往下加的這一層剛好都在R1裡面 第一層流體裡頭 所以它是加DeltaP1 最左邊那個是都用P表示 然後中間這裡就是我們開始把DeltaP1 和DeltaP2 用那個密度去表示 那它們的距離是一樣都是DeltaZ 所以都有DeltaZ 然後乘以它自己的密度 所以P2是在流體第二層裡面 所以它的密度是R2 然後乘以它的DeltaZ 然後乘以重力G這樣子 它B那一點的話就是在R1那層流體裡 所以它就乘以R1 所以它就這樣改過來 那再來是我們要把DeltaZ 用小H表示 小H是這個不連續面的高度變化 所以它在X方向上就會有高有低 所以我們可以用它這邊小括號裡面是 partialH除以partialX 這個梯度的那個形式 去描述上面這個不連續面 它在空間上面的變化 所以這個是小H在X方向上的變化 那這個東西你把它乘以DeltaX DeltaX就是上面 AB這兩個點之間的距離 所以就是AB這兩個點之間 那個H這個面是有梯度的嘛對不對 那你看它DeltaH有多大 乘上去之後就是這一段 就是DeltaZ這個變化量 所以我就把DeltaZ改寫成是小H的那個形式 這是AB兩點的壓力 然後再來我就把 我就可以把AB兩點相減 它的壓力相減 就可以求它們之間的起壓梯度力 所以AB兩點之間的壓力梯度 剛剛前一頁的那個壓力我都有把它超過來 那兩點之間的壓力就相減 所以我們是B點減A點 然後把它取極限 就是微分的意思 取極限以後 這個就是你的壓力梯度 所以要注意這是壓力梯度 所以你這樣這個極限後 它這條就很重 這條的環境還不是力喔 它只是提度而已 然後這邊有一個DeltaZ delta rho 就是 rho 1 减 rho 2 我們就是把它定義一下 那我們再來就要開始寫運動方程了 那運動方程因為我們現在是 x 跟 z 平面 所以這邊運動方程就是把那個加速度 本來是底 u 底 t 是加速度對不對 我們就把它展開來 變成是一個偏微分 隨時間偏微分 這個是 tendency term 對不對 我們的趨勢項 後面的後半部是平流向 那平流向的話要寫幾個平流向 要看你的坐標是什麼樣的坐標 所以像我們這邊是只有二維 就是 x 跟 z 所以你的平流向就會只有兩個方向 然後我們之前講大氣裡面的運動的時候 是三維的 我們就會有 x y z 三個方向 所以這邊的平流向其實就是 y 那邊 我們就暫時不要看它 然後右邊這裡就是要放我們剛剛導出來的壓力梯度 但是我們要把它變成力 變成壓力梯度力 或是氣壓梯度力 或是水壓梯度力之類的 看你的流體是大氣還是液體這樣子 然後因為我們是在 主要是在 row 1 裡面 就是我們看一下這個 這個我們的壓力梯度 A B兩個點都是在 row 1 裡頭 在下層流體裡頭 所以我們描述的是在下層的這個流體裡面的壓力梯度力 所以你這邊需要一個負號 然後需要 row 1 裡頭 然後那個 row 1 的那個 row 要放底下那一層流體的 因為 A B兩個點都在底下那層 所以我們是放 row 1 那剩下黑色這個部分就是前一頁有導出來那個壓力梯度的部分 那個就照抄過來 這裡有一個是 W W 是垂直速度 然後它描述的是那個不連續面 所以時間的上下位移 所以它會是小 H 的函數 W 會是小 H 的函數 那所以 W 的數學的定義就是 小 H 對時間做全微分 那這個全微分我們可以把它改寫成是 一樣拆開來變成一個趨勢項 然後還有一個平流項 再來是連續方程了 那連續方程也是只有兩個方向 那現在一樣就是我們用考慮 X Z 平面 所以 Y 那個項不見了 連續方程就很簡單 就這樣子而已 然後我就可以去積分連續方程 然後把這個邊界條件帶進去 邊界條件是紅色 我寫在下面這裡 就是你在 H 等於 0 的地方 H 等於 0 就是在那個系統的底部 下邊界的地方 那下邊界通常可能是河底或是地面 如果是大氣的話你就在地面 那在地面的地方或是河底的地方 你的垂直速度會是 0 那你就可以導出右邊這個 所以現在你有兩個跟 W 的 H 有關的式子在這裡 等號右邊會有兩種形式 但是等號左邊都是 W 對不對 所以這兩個可以再相等起來 所以意思就是這個黑色這個部分呢 會等於藍色的部分 那我們就可以寫出下面這個式子 所以是 你可以先看藍色這邊 所以是 H 對時間偏微分 再加它的平流項 對不對 所以底下第三行這裡就有 H 對時間偏微分 再加它的平流項 對不對 然後它會等於這個 這個原本在等號另外一邊 你可以把它挪到 挪到跟這兩項同一邊 那它就變正的對不對 所以它就會有 H Partial U 除 Partial X 這一項 三個加起來等於 0 然後這兩個就可以合併 就變這個 這個是你們講義上的 7.19 所以我們就是把 7.17是運動方程 然後7.19是連續方程 但是有改寫過 然後上面是運動方程 運動方程的話 剛剛還沒有動它 那這邊要動的地方就是這個 第三項這裡 這個項可以等於 0 是因為我們同一層流體裡頭 它的 U 這個小寫 U 會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小寫的 U 如果你都是在同一層裡面 你把它對 Z 微分的話會等於 0 那當然實際的大氣裡頭 你的 U 一定很容易隨著高度會變對不對 那意思就是說你在理想的狀態下 我們會希望說我取到一個 一層一層我把流體分層的時候 我希望分這一層它就是均勻的 它的性質是均勻的 所以我們可以取到一層它的密度是均勻 都是 Row 1 下面是 Row 1 然後它的封長也很均勻 所以 U 不會隨著 Z 改變 那上面那層流體也是 所以我上面那層也是取說 它是混合均勻的流體 所以它的密度很均勻都是 Row 2 然後封數也很均勻 上面那層的 U 對 Z 去做評分也是 0 但上面那層的 U 跟下面那層 U 是可以不一樣的 不同層之間可以不一樣 但是只要在同一層裡面它們就是均勻的 這就是 homogenous 同質性的意思 所以這一項就可以去掉 所以我們的方程式會再少一項 這樣就比較簡單一點 然後再來就是做線性化 所以還記得我們說要解這種波動方程式它的標準的解法 一個是減少你的變數的量 一個是線性化 那現在我們變數的量跟方程式還沒有什麼減少 就是兩個 不過先開始做線性化 那線性化跟前面一樣 就是 U 的話就是分成 U Bar 加 U Plan 然後 U Bar 線性化之後你的運動方程會變成這樣子 那有一個你們之前還沒有用到是 H 的線性化 H 這邊的線性化是跟之前寫的符號不一樣 它的平均場我們會寫成大 H 這是習慣性的寫法 我們就不寫小 H 罷了 就寫大 H 然後那個勞動場一樣是 H Plan 所以大 H 會遠大於 H Plan 線性化以後的運動方程會是 7.20 這個式子 然後下面這個是連續方程的線性化 線性化完它前面這個小 H 就變大 H 然後其他的項都變 Plan 的項 大概是這樣 那再來就是把 7.20 跟 7.21 結合起來 目的要消掉 U Plan 所以這邊的做法跟我們前面解決的升波是很像的 非常非常像的 所以你就去看 7.20 少了什麼 你就補什麼 7.20 少了對 X 做偏尾分的這個步驟 然後少了大 H 就是你去找 U Plan 的項 然後 7.21 是這個項 就是你看上面那個式子啊 它看起來有三個項 可是通常我們會把這個 寫成這樣可能你會比較容易看 就是等號左邊那兩個項 因為它兩個項都有 U Plan 比較容易讓你去判斷應該要補什麼的話 應該是要先把 U Plan 拿出來 然後它前面那個運算只是把它看成同一個 就是那個偏尾分項 Tendency Turn 對時間的偏尾分項 Tendency Turn 跟屏流項 我們把它用小括號刮起來 所以這樣一整個當一個運算 這樣你比較容易看 那所以你要去掉的像是這個 U Plan 以 7.20 來講的話 因為它前面其實是一個很大的運算值 那跟這個比的話它是少那個 對 X 做偏尾分 只對 X 做偏尾分 所以我要補這個 撐一個 對 就補這個 然後它還少了 H 大 H 對不對 所以這個我就要再乘上大 H 這個是 7.20 上面這個式子 那下面這個式子它會少什麼呢 它就是少前面這個大的運算值 所以它是全微分啦 等於是對時間做全微分的意思 好 所以我們把這兩個式子這樣子相減對不對 先就是各自看它們少什麼補上去之後相減 然後就可以導出 7.22 這個式子了 再來 7.22 這個式子就是一個波動的形式 就跟絕對聲波的形式長得很像 你可以去翻前面絕對聲波那邊的 Equation 來看 那所以這種波動呢 我就可以用標準解法去解 就是我可以假設波的解 它有以下的形式 就是 H 等於 A 乘以 Exponential 然後 IKX-CT 這樣子 是不是就跟絕對聲波那邊假設的解長的一模一樣 然後就帶進去 然後就可以導出下面這個 這個基本上就是平散關係了 只是它沒有整理過 所以看起來有點醜 所以它的那個形式應該也會跟絕對聲波那邊長得差不多 然後我們上禮拜應該有把這個展開來導給你們看過嘛 那那時候也有提示你們說 你要把這個 H Plan 這個解帶進 7.22 之前 你先把下面這幾個寫好 就是它對 T 做偏微分的時候會長什麼樣子 它對 X 做偏微分的時候會長什麼樣子 然後你把它對 T 做全微分的時候會長什麼樣子 就是要你們先寫好 寫好之後再把它帶到 7.22 各自帶進去 這樣比較簡單 最後我們可以求出像素 C C 是我們的像素 那求出來就是下面這個 就是 U Bar 是平均封場 然後會加減小括號裡面這一大堆東西 那我們之前在求絕熱聲數的時候 就是跟你講說後面這個根號 開根號這個部分就是絕熱聲數 然後前面那個 U 是你的背景封場 那所以那個就會變成是杜普勒小櫻 應該還記得啦 這邊的話接下來就要討論一下 我們上一半好像就上到這邊吧 只有把這個解完而已 然後就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那個解 這個像素的解裡面的意義 先看密度 所以它的密度分母的話是 Rho 1 然後分子有一個 Delta Rho 那我們 Delta Rho 是什麼 看一下前面的定義 Delta Rho 已經在很前面了 在哪裡呢 在這裡 Delta Rho 是 Rho 1-Rho 2 所以如果上下兩層流體的密度差非常大 譬如說上面是空氣下面是水的話 那空氣跟水的密度差多少 10的3次方 空氣是1的話 水是1000 所以就表示 Delta Rho 等於是 999嘛對不對 999就近似於1000 所以實際上 Delta Rho 就會近似於 Rho 1 那我們現在就先假設 如果是在海氣的交界面 海氣交界面就是真的就是 下面是水上面是空氣的 所以這個就可以用 你就可以把 Delta Rho 近似於 Rho 1 然後就把它消掉 所以這個解後半段會變比較簡單 就是下面這裡 你就只剩下根號 GH了 那這個就是潛水重力波波數 就是如果你是考慮那種自由表面 單層的流體 自由表面的 海氣交界面的這種潛水重力波波數 最後最常拿來應用的應該就是這個啦 這個 根號 GH這裡 因為它算起來又簡單 然後概念也很清楚 右邊那個有藍色的立體 假設我們有一個潛水波 它的水深是一公里 你馬上就可以算它的波數是多少 我不用倒一大堆公式 你就直接套這個就好了 一公里對不對 一公里是一千公尺對不對 然後乘以G是十個四次方 然後開根號 100m per second 所以那個水深一公里的潛水的話 波數大概是100m per second 對所以你的那個水深越深的話 波會跑得越快 沒錯 那所以如果是 所以下面還有別的 就是你可以再去算不同深度 譬如說0.25公尺 它可能會小多少 然後去比較的差異 那它不是 不是直接成正比喔 不是直接跟水深成正比 因為你還要開根號 要差四倍 你的那個波數會差兩倍